谢谢你,谢谢你,太好了大叔,你真厉害 听说德斯帕能将波及训练得比任何人都强后 卡克留着热泪感谢着他 但德斯帕却对大叔这个称呼十分不满 强调称呼自己为德斯帕先生 并表示会从明天开始训练波及 让二人现在家好好休息 自己则要到镇上养精蓄锐为明天做准备 而实际上他是带着刚刚得到的钱去快活了 回到家后的德斯帕病情脸肿 他对卡克和波及解释说自己在酒场恨然发生了纠纷 原因是男人嘲笑德斯帕长得像骆驼 虽然德斯帕说自己狠狠揍了对方一顿 并强调对方的脸比自己还惨 但还是被卡克发现了他其实很弱的事实 一夜过去,到了正式训练的日子 波及早早起床戴上了自己的王冠帽子 原本卡克和波及的分工是波及直观认真修行 卡克负责家务劳动 但早起的波及想要帮助卡克分担劳动 于是便学着卡克的样子打扫起了屋子 之后又想学卡克的样子做饭 一口气将一大堆食材和所有调料全都丢进锅中熬了起来 波及尝了尝自己第一次下厨的成果觉得十分美味 但这锅黑暗料理的味道却臭醒了卡克和德斯帕 对于波及做的早餐 卡克和德斯帕满脸写着拒绝 但看到尝过一口的波及做出美味表情后稍微动摇了一些 二人都拿起勺子想要尝试一下 信任波及的卡克大口倒入嘴中 刚认识波及的德斯帕则轻轻抿了一口 结果二人同时做出了快要被毒死的反应疯狂呕吐 在这道黑暗料理中 德斯帕感受到了波及的巨人之力